为什么说脂肪肝的根源在于痰和痴? 脂肪肝说的是肝细胞里面的脂肪堆积过多 那脂肪是什么呢? 在中医看来,脂肪跟痴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会发现,很多看起来体型肥胖的人 他反而很虚,稍微一动就气喘吁吁的 这种人就像是被水泡发的海绵一样 都是痴在作怪 那痴在体内时间长了,又会凝聚成痰 所以说脂肪肝的根源就在于痰和痴 条理就要从化痴降灼入手 今天崔生给你分享四个中程药 专克脂肪肝 第一个药叫化至柔肝颗粒 这个药有清热力湿化灼解毒 去于柔肝的作用 如果你有脂肪肝 经常感觉右边肋骨下不舒服 隐隐作痛 很容易疲惫 做什么都感觉没有劲 没什么食欲 饭也不想吃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质偏红 舌苔是黄你的 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二个药是双虎清肝颗粒 这个药是能够清热力湿 化痰宽中 还能够里气活血 有的脂肪肝患者经常感觉胃婉胀胀 口渴但是不想喝水 食欲不好 稍微吃点油腻的就感觉恶心 大便黏腻不顺畅 舌质偏暗 舌苔是厚腻或者是黄腻的 这种人就可以参考一个双虎清肝颗粒 再一个是三期止肝丸 有健脾化灼 去痰软肩 主要适用于干预脾序型的脂肪肝 像这种人 平时肋骨下面总是胀满不舒服 有的人还会隐隐作痛 经常闷闷不乐 心情抑郁 吃什么东西都感觉不香 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 自己也觉得累 这多是干预 刻皮导致蕴化失质 失着内生 可以参考三期止肝丸 最后一个是大黄力胆胶囊 能够清热力湿 解毒退黄 如果是湿热停留在肝胆 引起的脂肪肝 经常感觉口苦 食欲不振 肋骨下胀满疼痛 有时候还伴有烧灼感 小便发黄 大腿根潮湿 扫痒 舌苔也是又黄又腻 这时候你就可以参考一个大黄力胆胶囊 好了 这就是崔升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